其實看到這個大家可能都會很想知道 究竟在曼谷實施了一個更加狀態零之後 市面的情況是怎樣 或者在這個示威範圍之外 會不會有殘殺大很多警察軍人在這裏處理 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一眾的人士繼續在這裏 下手官府地和平示威 那麼軍人政府就沒有走進去的範圍之內 這個情況基本上是跟支持沒有什麼分別 可以說實施了更加狀態零支持之後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這是什麼呢